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它是金山 那真是名副其实啊 对 来 你来看看这些宝贝 来来来 来 你来看这些宝贝 这是白马瓶箱 根据地质勘测资源来界定 以白马瓶为原心 以七十公里为半径 就是这么大的范围内 蕴藏着三亿多吨原煤 可采储存量至少达到一亿八千万吨 按照年产三百万吨来计算 可以采六十年 可以说在你们脚底下采的是 一片乌金的海洋啊 有这么好的复存条件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欧阳先生 您说的这些太专业了 我不一定特别地懂 但是我从您的神情上 已经感觉到它的价值了 您看 您高兴得都快成少年儿童了 你的话没错 面对着这一大笔财富 我已经返老还童了 来 你再来看看这个 如果 当然了 我是说如果 如果我爸爸那边出现了什么 人为的原因 比方说吧 就是他不能掌控的原因 不能如期地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您真的会撤走吗 去其他地方重新选择项目 其实啊 我在其他地方 也有看重的项目 只是目前不能跟你说 当然了 这是商业秘密 我也不会逼您说的 好 谢谢 那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说 您刚才给我描绘的那幅蓝图 实在太有诱惑力了 真的 我特别渴望它能够实现 如果要是实现不了 那个辉煌的世界的话 那就只是一个 永远也醒不过来的梦呢 但是我太渴望实现了 因为我在这个土地上 生活了这么长时间 可是我不知道我的脚下 只要有这么一片金色的海洋 你不希望我失望而归吧 当然了 来开发这样的一块土地 需要像您这样的资源 可是您的资源呢 又不仅仅是因为 你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你还有智慧 胆识 毅力和耐力 总而言之 您这人挺不错的 你让我有知音感了 乔主任 别叫乔主任 这是官称 你就叫我乔燕吧 或者你跟我爸一样 叫我燕燕 好啊 那我就叫你燕燕 挺有亲切感的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对不起 你的问题是 我的问题就是说 一旦出现了 什么人为的原因 你有耐心等待吗 那要看 有没有值得我等待的理由啊 当然有了 你刚才还说 跟我父亲一见如故呢 再说了 你也可以为了我呀 怎么 为了你 你看 您说了这么一个 辉煌的世界 我是特别地 渴望见到这个世界 那可以说 我还没有见您这个世界 我就钟情了 你不可以帮帮我 把它实现了吗 你的话真有意思啊 没见就钟情了 那要是一见面 不就着迷了吗 燕燕 你是我见到的女孩中 最独特的那一种 可是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好 我一定答应你 我会把这个世界呈现给你 哪怕你爸爸那边出现了什么 不可操控的问题 可是这个承诺 跟我爸爸没关系 那我就 冲你 好好好 你呀 你呀 不好意思 我发现呀 我可以和你做万年娇 真的吗 因为你的这儿和这儿都特别年轻 我 我哪儿那么年轻了 你呢 你愿意和我做万年娇吗 那可是求之不得呢 那我不就是更年轻了吗 那以后是不是有事情 我就可以去找你了 保重没问题 是最高规格的接待啊 太好了 时间不早了 你去休息吧 明天我跟你爸爸约好了 一起去矿物局 能见到你吗 当然了 明天我陪同 太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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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周 你找我 小周 今天上午就不要到市里去了 为什么 局里有其他安排 很重要啊 那怎么行 我得去接欧元黄啊 昨天当着乔书记面不是说好的吗 你也在啊 不是我不让你去 是省厅梁厅长的意思 梁厅长 啊 厅里领导今天要到我们矿物局来 梁厅长要求我们 在家的几位军领导都不要离开 这 不是说明天来吗 怎么又今天了 还有这 这各位贵宾 还有谁要来啊 这我也不太清楚 大概好像要来七八个人吧 老郑 你可别瞒我 是不是上次说 要承包白马矿那几个人要来啊 哎呀我真的没问清楚 哎 听你这么一说 倒有这个可能啊 这不乱套了吗 今天上午 欧元黄又到局里来 这两拨人一碰上 到时候两头落空 这责任咱负不起啊 看你看你看 又上火了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走 咱们到旁边啊 好好合计合计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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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师姐 总算等到你了 老爷爷 凤早已经过来了 有事吗 事很急 到我办公室 喂 唐副部长吗 我是曾志民 省煤炭厅的梁厅长 已经出发了 正在往这边赶 估计啊 上网能够到 梁维国来 他通知你们市政府 没有啊 我打电话问我了 市委办政府官都没有接着通知 那没有接到通知 你是怎么知道的 好 我是无意中知道的 省煤炭厅的办公室主任呢 是我弟弟 到时候啊 他跟那领导一起来 我弟弟说啊 梁厅长啊 根本没有打算到市里来 他直接到金山矿物去办事 是吗 用得着弄得这么神秘吗 出去 乔丑姐 乔丑姐 侯阳黄他们说好了 要去矿物局的 他们出发了没有 已经走了半个多小时了 我急着找你 就是想跟你请示一下 要不要打电话 让他们返回来 这样妥的吗 你怎么好对他们说呢 办法倒不是没有 招商局的老谢 乔严在车上陪着他们 你要是同意啊 我会把这件事情办妥的 这样吧 先给矿物局的老郑打个电话 把情况问清楚再说 马上打 好的 别乱 把情况弄清楚再说 好 书记 郑局长的家里和办公室 都没人接电话 手机呢 手机也没开 是吗 怎么会呢 书记 用不用给周新局长打个电话 要不 你给矿物局的值班师打个电话 让他们马上找到郑局长 就说我找他 我没有别的意思 既然话说到这一步 立刻必 咱们都得考虑进去 没有必要因小失大 你说呢 你还真把我说糊涂了 这什么是小什么是大 白马矿要发展 产量要翻五倍 这事还不大 这我知道 哦 除了乔书记领来的外商 那其他人难道就不想扩大再生产了 哎 那你这什么意思啊 欧元皇退了 让他别来了 哎 小周 我可没这么说啊 你还不直接说出来呢 哎 老丈 这都几点了 欧元皇说话就到 你得拿个主意啊 哎呀 什么事啊 非要约我见你 还搞得神神秘秘 跟特务似的 肯定是大事啊 要不敢晕着大部长出来啊 大事 人命关天 那倒不至于 但是声名狼藉有可能 我吗 和你有关系 哎 有什么话赶紧说吧 别买官司了 走 你拍的 对 什么目的 报复 讹诈 还是想陷害什么 没那么险 我就是想给他个黄牌警告 不过 敢出示黄牌 就敢亮红牌 你为什么想着要交给我 因为我知道这件事 只有你办最合适 既能警告了他 又能成全了我 警告他 警告他什么 又成全了你什么 你别跟挤牙膏似的 警告他做人 别太绝情了 我爸在这那会儿 他没少巴结我呀 现在他爸上来了 哎 天翻地覆 凯而康了 我就是请他帮我说几句话 爸爸调到市委这边 给他爸爸开车 他给我来个秋风扫落叶 你真是把放屁当功夫了 什么意思 真别这么大点的事 你居然用了这么卑鄙的手段 我就卑鄙了 咱们地吧 你卑鄙了 你知道你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了吗 这件事 要是继续往大了做 一旦对当事人双方带来名誉损害 你不但提栏打水一场空 你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有那么严重吗 当然 别说是乔彦 就是我 都放不过你 听我知道 你正在争取做他未来的姐夫嘛 所以我把这东西交给你 最合适不过了 有一点啊 别逼我狗急跳墙 那这样吧 你不是就想给书记开车吗 我帮你搞点就是了 但是这件事 到我这就算为止了 听见了吗 底片 好 好 唐部长 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应该这样行吧 欧阳先生 昨晚上啊 我听你那么一描绘 我居然做了一个梦 是吗 做的什么好梦啊 我呀 我梦见自己在金黄色的海洋里游泳呢 看来你是金黄色色咯 哈哈哈 人家乔主任啊 本来就是金黄色色的小金人 哈哈哈 哎 那我可不干了 那那样的话 我岂不是人家的摆设了吗 哟 还不愿意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你说那些想承包煤矿的人 我太了解了 他们的经济实力 跟欧阳黄 根本就没法比 肯定还是老一套 先签合同 再到银行去磕贷款 这根本就行不通 到最后规模上不去 时间全耽误了 然后 他们套一笔现金 拍屁股走人 撂一堆债务 都得咱们扛 小忠啊 如今很多事情 谁都说不清楚 至少 咱们认准了主国部门的意图 咱们即使犯错 也错不到哪去啊 你想过没有 咱们这个企业 属煤炭系统管理 要是真出了问题 连乔书记都无能为力啊 老郑 这就是你选择的底线 哎 你干嘛 我得跟乔书记说一声 不行 马上关机 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跟乔书记汇报还不行 不行 你这不是为难乔书记吗 小忠啊 你和我都在这个漩涡中间啊 你还是听我的吧 什么事都不要做 什么话都不要传 知道吗 可是咱不说 乔书记就不知道了 知道了也没关系啊 至少就不是咱们的责任嘛 小忠啊 我告诉你一条经验吧 遇到类似这样棘手的问题 唯一的办法 就是尽快地把自己从当中摘出来 咱们就是个听喝的 任何时候都要认清 大小王 还是没有开机 我看老征啊 他是故意的 书记 组织部的汤副部长要见您 还有什么事吗 汤部长说啊事情很紧急 你告诉他 到我这儿来的没有不紧急的事情 让他下午再来嘛 书记 这是汤部长给您的 要不我先走 有什么事情 你随时打电话给我 不用 你先到小侯的办公室等我 让唐中生进来 好的 汤部长 书记叫你进去 乔主姐 需要把门关上 好 乔主长 快到了吧 快 拐过前面那道大弯就是 哪位 陈市长 你好 你好 好 什么 好的 我知道了 乔主人 让司机 靠边停车吧 怎么了 谢局长 有事吗 事情可能临时有些变化 需要 跟欧阳董事长商量一下 好 好 师父 你前边靠边停一下吧 谢谢 乔雁 怎么回事 是啊 是不是有什么变化呀 乔主姐 你别太着急 把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吧 我仔细考虑过了 我会把事情做得很稳妥 请您相信我 不是相信不相信你的问题 他的严重性 完全超过了事情的本身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 有些事情可以做大 也可以做小 甚至可以做没有 就这件事情而言 到我这儿 就算截止了 我靠了一下再说吧 你先去吧 乔主姐 我之所以第一时间 把这件事情告诉你 是想让您心里先有个数 以防受到可能的小袋消息 干扰了您对事情的正常判断 不管您以前对我有什么看法 现在又有什么看法 我对您是始终如意 敬重有加 不管我和乔元如何 在这件事情上 我会像对待自己家人一样 把事情擦干净 那就谢谢你的这番诚意了 那我先走了 您忙吧 这个人为什么不把东西 直接送到我这儿来 而是要通过你呢 他是想利用我一下 他知道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帮助乔彦 您放心吧 这种小人 不值得您担忧 我先走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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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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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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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得i能 Walk canoe 书记 欧阳黄先生 已被送回宾馆了 真是莫名其妙 你先去吧 好 黄磊 我爸在吗 在 这没你爸 只有侍卫书记 爸 矿物局的事 你知道了 你没有资格 和我谈这个事情 爸 你怎么了 我问你 昨天晚上 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没干什么呀 夜会结束以后 我给外生 送了点水果去 再后来 我就去了趟 欧阳黄董事长那 跟他聊了一会儿 聊了一会儿 你几点从他那儿出来了 几点 我走的时候 也没看时间 我哪知道几点呀 凌晨三点十三分 这照片上有时间纪录 你看看 怎么回事 爸 你别喊呢 是欧阳董事长 您好 我知道您要马上见乔书记 乔书记 现在正在处理一个紧急的事情 好的好的 等乔书记处理完了呢 我马上告诉他 欧阳董事长 真对不起 让您再等一会儿 好的好的 谢谢谢谢 好 再见 爸 你吓着我了 我觉得您在跟我说这个事的时候吧 应该把门给关了 我觉得这个事的事 可能会给您带来不好的影响 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爸 我觉得这事 你有点小题大做了 这说不清楚的照片 已经都放在这儿了 还我小题大做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跟你说了 你走吧 爸 那这些照片 说我带走 可是你留下呀 留下 留下给你妈看看 让你妈看看 我们生下了一个这样有出息的女儿 她怎么可以不看呢 爸 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 非要让妈妈知道的话 那还是我自己去说吧 我没别的意思 我只觉得 妈身体不好 她最近关心病涌发 你不配说这句话 只要你稍稍有一点疼爱父母的意思 你就不会做这种不明不白的事情 爸爸 你为什么都不听我解释几句呢 这不明摆着的吗 这是有人想往我的脸上猛黑 也是想往您的脸上猛黑啊 还是你有了黑 让别人去去抹 可是这个事情除了我 别人是说不清楚的 你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 爸 我跟谁说不清楚了 你跟谁都说不清楚 爸 我自己活我自己的 我干嘛要跟别人说清楚啊 什么叫你活你自己的 你是市委书记的女儿 你本身也是政府的干部 你要对你的所作所为有所约束 就这几张照片 它能说明什么问题啊 说明 说明我不配做您市委书记的女儿吗 说明我不配做政府的干部吗 甚至更严重 能说明什么问题 你一清二楚 你要是觉得对你对我都无所谓 那你随便 爸 我觉得这件事情 真的没有您想象的那么严重 即便是真的有什么 它也不是像您说的那样不明不白啊 好吧 这照片还是我拿走吧 我真的您见了一会儿心惊肉跳的 照片你可以拿回去 但是恶励的影响你是收不回来的 进来 那完事给您放这儿吧 我走了 书记 实在对不起 是欧阳董事长的事 他来了三次电话了 说要马上见你 如果我不马上回答他呢 他就到市委来 欧阳先生 没说找我有什么事 没有 他说要亲自跟您说 他只是说了 要讲诚信的话 我想 是不是白马煤矿的事 他感觉到什么 控制那边 还没有什么消息过来吗 没有 书记 确实有点问题 周新的手机都关了 我会继续跟他们值班室联系的 没用 别再打了 你告诉欧阳董事长 我现在就过去看他 好 乔业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紧张什么呀 那边没有 是 乔书记啊 现在马上就要出去 那好 你抓紧时间告诉我 谁把那照片送给我办的 这 侯磊 你关键时候 别有个巧妻你了 你待会儿啊 坐在这儿 别出声 等我和乔书记走了 你再走 然后你去找汤副部长 汤中仁 你知识他电话吗 我走了 你千万别出声 你别出声啊 我走了 就这儿就这儿 我回来 我的咱们 这儿 你 很 就 结果 我 我记得当时还没开门他就来了 就他一个人吗 就他一个人 是他自己开车来的 这个人多大岁数 三十来岁了 他在你们这儿冲了几套照片 一套就一套 确实就一套吗 确实就一套 是我经手的 我敢签字负责 这倒没必要了 这样吧 你再给我冲洗两套照片 马上冲 还是你自己动手 我在这儿看着 听清楚了吗 清楚了 那好 您进来坐会儿 你看着我冲照片 这样大家都放心 您说呢 好 你去准备去吧 我马上进来 黄秘书 有什么急事吗 殿爷 总是你啊 你怎么会用这部电话 给我打过来 你在哪儿呢 我有急事 马上见你 我现在正在处理工作上的事 一个小时以后 你再给我打过来 不行 你把手上的事给我放一放 我立马要见到你 行了 燕燕 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别那么惊慌失措的 天塌不下来 你放心好了 那好吧 那你快点啊 我等你电话 我等你电话 老板在啊 哦 吴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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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乔书记啊 您知道吗 这欧阳黄先生不是一个盲目出手的人 但是这次他对头子摆马为框可是有诚意的 你看看 这么多资料 方方面面的准备他可是都做好了 是 我已经看到 非常遗憾 这么好的合作机会 恐怕这次真的要放弃了 放弃 神经理事 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 这件事情还远远没有到放弃的程度 当然了 我承认 由谁来投资白马矿这个问题 我们内部确实出现了一些分歧 但是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我也准备向省委省政府汇报 争取他们的支持 应该说我是有把握的 乔书记啊 你没有必要去 为什么 这件事情发生得特别突然 连欧阳黄先生也是始料未及的 可以说这次是没有希望的 你把我给说糊涂了 是因为我个人的问题吗 我很犹豫 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跟你说 我了解欧阳黄先生 他是个特别好面子的人 这件事情 恐怕他是绝对不会愿意我 对任何人说的 行了 你别说了 我知道 你知道 不 你不知道 目前就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亲眼看见的还是拍了照片 什么照片 书记 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没什么 你接着说 是这样的 欧阳黄先生的太太在今天清晨去世了 在美国大西洋彼岸是在晚上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无悔 乔书记 您说的这照片 还有 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 这么说 欧阳黄先生 你不认识的 要马上赶回美国去吗 那当然了 得等着他回去料理后事 而且还有一大堆财产问题 都需要他去处理 这美国的法律程序是特别的复杂 他这一走 恐怕不知道在那里要耗费多少时间 你估计他回美国需要多长时间 这最快也少不了三个月 后一年半在的也是很正常的 请是这样 你能陪我到医院去看看他吗 好啊 我陪您去 沈总 你会陪着欧阳先生一起回美国吗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不陪他回去 他会不会把白马煤矿的投资的事情 委托你做下去 不会的 即使他委托我做 我也不会做的 在这个问题上 我会努力劝说他 打消他投资的念头 为什么呢 在白马煤矿投资项目上 这激流永退才是最明智的 可以说 这也是为你着想 为我着想 怎么理解呢 刚才从矿物局返回市里的途中 我拨通了周新先生的电话 他说他呀 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他跟你说了什么 他说 他会孤军奋战 距离力争 可是希望已经是渺茫的 他还劝我们不要去找你 说是不要让乔淑姐 卷入这场漩涡里面来 周新把问题看得太复杂了 没有那么严重 不过 你的顾虑我能够理解 毕竟你们对内地的情况 还缺乏了解吗 乔淑姐 我可是二十好几才离开内地的 而且出到香港的那几年 也是在一家中资公司里面任职的 这两次的离去 都是因为我单纯年幼 所以才在这些人际关系上一败涂地的 我不能说我有什么政治水平 但是在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上 我可是有过切身体会的呀 我没有过 请 乔淑姐好 你好 你好 小泽儿 怎么是你啊 是市委秘事长派我过来的 小猴坐您车去医院了 考虑您的药用车 就派我过来了 去第一医院 好 快请上车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